大家好,我是Case 今天都是戴著口罩遮蓋著被子 好,今天來玩這個三國字戰略版 光榮的三國字,看到的logo 大家如果小時候玩開三國系列 應該都一定不會玩過光榮的三國字 今次林舒豪做代言 他說今次沒有VIP 沒有買資源,加速行光等都不會存在 玩法有少少不同 自己主城裏面都會有少少東西 需要建設,即是慢慢升上去 但就不是一座座城 和資源田這樣分 主城建設的部分大概是這幾樣東西 大家可以進去慢慢再升 但是最主要大家一開始玩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要搶資源田 因為資源田裏面就不是說 大家有一個地方要儲夠多少兵力 然後再去採集 街裏面的資源田就分了1,2,3,4,5,6等級 不知道再有沒有高一點 因為新手階段會先在一個遠一點的地區 spawn 不同的資源田產出來的產量就不同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搶田 當然要你對軍隊夠厲害才搶到 我暫時玩了日嶺 應該可以最高搶到四級左右的資源田 5級就暫時不夠打 遊戲裡面如果大家想拿資源田的方法 就不是說 我看到這個資源田我想過來這裡拿 攻佔它 是去不到的 那怎樣才去到呢 你就要鋪一條路 就是要由你主城或者自己也好 同盟的隊友也好 要有一格地連著的地 你才可以選擇去攻佔它 你應該一開始大家玩的時候 就好像我旁邊的那樣 你看到那些地就慢慢鋪過去 一格連著一格 然後就為了要拿遠一點的資源田 應該去到後期戰爭的時候 因為你沒得飛 也沒得直接跳過去 應該所有人一起去鋪路 然後去攻打的地方 應該挺有趣的 但是你看到為什麼我的地可以散散一塊塊 是因為你看到上面 領地是有限最高領地的格數 當你多過一些格數 就不可以再佔領了 就可能要選一些地 不要了它 放棄了一些地 即是你鋪完路之後 那條路中央那條路 你就可以拆掉它 這一格 現在沒有用 因為我鋪到 搶到地 我可以選擇放棄它 那它都要一些時間 佔領要一些時間 放棄地也要一些時間 還有它是一個自由行軍 你看到我其中關屏這一隊 我就直接放在外面 可以整隊兵在自己佔領的地方 當然 你越升到高級 你越做到的東西 就更多 遲些我可以 有些叫做駐守 駐守是怎樣 駐守就是我放兵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附近的地方 有人來攻打我 我這地的兵 是會懂得走去 防守那塊地 還有一些 其他建築 應該遲些可以建一些 不同的城鎮 戰塔 你看見嗎 它嘛 即是我可以建一條路 真的駐守它 不讓它過 如果真的去到超大型圖民戰 那時候 這些東西應該就會很有用 大家玩的時候 就要慢慢 去將自己的兵 因為它會變成 強化了 玩武將的方法 就會更強 因為你對武將 如果越強 越升得高 你去打地 剛才我還沒打到五級的地 就是因為我現在這隊 叫做我最主力的 都是十四十五層 應該我看別人 其實十五十六層 都可以打到五級 但是 我不知道它怎樣配 主要原因是什麼 應該就是因為 我的武將的配搭 可能未必是太漂亮 好像暫時 就是趙雲配這個孫堅 加一個城衛 為什麼會加一個城衛 因為我的cost 你看到左邊 它有限住 你整隊可以放多少cost 的兵 每隻武將自帶一招技能 再加上 它會有一個 叫做 承傳的系統 那是怎樣呢 就是將你其他的兵 一些技能 你可以叫那隻兵 去教會 教會我主公 然後我主公 就可以將這些技能 傳授給一隻兵 我現在暫時 趙雲配了這一招 應該是 阿酸 阿酸賊 這一招 接下來 會強力一點 打下去 不知道搭得好不好 我看到別人 趙雲不是配孫堅 但我又覺得 孫堅幾厲害 現在暫時 孫堅未學技能 但孫堅 這招技 他是嘲諷 他會入了戰鬥之後 就會吸收兵 來打他 如果我再幫孫堅 學多招 治癒的話 他應該非常之癱 現在來消滅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我中了什麼 我剛剛應該可以抽到五下 抽到S當然是最好 但A也應該有用 出來啦 沒有S A A也好啦 因為 如果我想去學技能 抽出來 我都要用A的角色 才可以 令到技能 學得懂 大家記得 去打這三級以上的東西 之前 好像這個 我當這個五級木 大家記得 去偵測 派一些偵測兵去偵測 偵測完之後 他就會帶他有個戰報 告訴你 守城的是什麼兵種 記得 要用兵種雙刻 的兵種去打 我當 現在我想打這個四級的糧食 看看戰報 你會見到 守城的全部都是攻兵 我要用盾兵來打 成衛就是 帶一兵給他 出去死 敵人 讓我少死兵 另外兩個人 就帶滿兵 記得入城 選自己的兵 右邊這裡 你可以選不同兵種 每個角色 基本上 什麼兵種都可以帶 但是 你看到他能力值下面 會有說 原來 攻兵的時候 孫堅只有 B級 帶攻兵 但是 現在我帶盾兵 沒問題 一個S級 一個A級 你看到 他要跟一格格地形 來走 很難的 不必擔心 我軍必勝 不必 而且整個遊戲 有中文配音 即是廣東話配音 玩開三個字都知道 除了出去攻城戰鬥之外 裡面的內政都是很重要的 武將其實武力 智力 統率 速度 就是屬於戰鬥的部分 另外就是一個 政治和魅力 就是屬於內政型的武將 好像這個 內政 你看到他政治力高 你可以委任他做一些主政官 或者遲些 會再開到一些彩石官 那些東西 你要委派一些文官 過去幫你去助陣 那你的效益就會更大 還有 如果大家不知道 配隊可以怎樣配 的話 他有一個叫上書台 即是很有上書台 他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教學 或者你可以按其中一隻 可以學習 他會有推薦 推薦之後 他會進入上書台 諸葛亮就會跟你聊天 即是右邊是主公問他 然後諸葛亮就會回答你 然後諸葛亮的能力值就是這些 他可以用到江東晚虎的戰法 你逐樣東西按進去 他就會有介紹 還有三個字大家都知道 每一隻角色你都可以很詳細 這樣 看回他那個角色的歷史 類型 那些東西 你都可以自己去 按回他的列轉 慢慢自己去看一下他 如果大家現在玩的話 記得留意他現在還有一個 賽季獎勵 即是 舊時期的時候 你成就評 大於一萬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 紀念武將 跟著S1成就 這些 成就評分 507分 現在可以 會拿到一些不同的獎勵 記得不要錯過這些 記得要參加 好像剛才那個 打糧食的 那場戰鬥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他會有一個戰鬥 兩邊對打 自己 趙雲一出 一身是膽 這招技是加攻的 然後互相打 技能的用法 就像現在你看到一樣 究竟 什麼時候會出到什麼技能 有什麼用 配搭上面真的很多 要慢慢研究一下 幾複雜 幾多戰略性的一個遊戲 玩下去之後的感覺 可以自己再慢慢玩一下 我又再升 看看遲些有沒有機會 可以打到一些大型的同盟戰 然後再去拍一拍給大家看 今天來到這裡 下次回來我們再見 拜拜